如果提到台湾的肉干 最火红的就是肉纸 薄薄一张肉纸 还得表台湾红到了中国大陆去 而现在口味也不断地推陈出新 就连樱花虾都能入味 形状上也有更多的变化 有的小到像一颗钻石 还有个很浪漫的名字 叫做一克拉 什么叫利透纸被 咱们台湾人最会 发明的这张肉纸 什么都能透 地上走的姜母鸭透 水里游的樱花虾透 只要说得出来的 都能药然纸上 让你吃透透 一块胖胖的肉 能变成一张薄薄的纸 得先把猪肉均匀打成肉浆 再撒上想吃的料 等凝固成像一个砖块 再一片片刨下来 请上火炉 烤到这肉像我们舌头一样卷起来 我们的五脏庙就可以开门啦 不过一张薄薄的肉纸咬下去 你的嘴巴有点空虚寂寞吗 口味能海陆双拼 形状当然也能厚薄通沙 切成这样一小颗想钻石 叫做一克啦 像这样一条一条厚多了 可就考验你有没有一口好牙 我都没吃过好软喔 最主要要求新求变在形状上 比如说厚到一公分厚 那种肉干是汁又好吃 那薄要薄到0.01公分 那还要能够保持它的脆度 过年嘴巴不想闲着 想打打牙剂 还得先颠颠看自己的牙齿 够不够力 记者综合报导